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代王中徐州大败 哎呀 让刘备给收拾得够苦的呀 其实刘备跟他们还真挺客气 倒把这二位给客气蒙了 怎么人敬人高 自尊自贵 哎 这人都怕客气 你这这这 他们俩明知道 这回去见曹操怎么交代 刘皇叔既然说了 那就答应吧 所以这二位啊 念把今儿的代理明回来了 曹操这气呀 哎呀 行啊 二位 怎么 难为我这变心 我这次重用你们 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么多人马给你们去 去劫住刘备 你们都劫不住 来人哪 推出去 推出去 推出去就宰了 这时啊 徐游过来了 承向心怒 承向心怒 怎么着 哎呀 这也难怪他们呀 咱们光凭此二位将军 要敌敌关羽张飞 很不容易啊 丞相 我看您就饶了他们吧 说着云游使了个眼色 那是告诉曹操 不要这样 怎么 你得允许人家打败仗 打个败仗回来就啥打败仗 那就不好 早到当时顶着点气 啊 那好 这 这 这 行了 把 把 把 官职打下 怎么就算了吧你们 官职打下了 偏将 偏将也帮当了 俩饭桶 哎 这俩千恩万谢 怎么全家性命保住了 自己脑袋也没掉 卸活成枪 您看这个刘皇叔托付那事 这刘带够没废的 怎么 你还说呢 那曹操差点给他一脚 就就中间给轰出去了 好了好了 怎么 我没有谢这的命啊 啊 老夫 这 这 就应该受这类 我连夜起兵兵伐西州 满着满着 军友给拦了怎么 您干嘛一劲非要打给西州 这刘备是我心头之患呢 您看他在讨悔之际 现在丞相 我看啊 真正敬敌不在刘备 您应该所防的 那么是袁绍 其次 张秀 刘表 我的意思是啊 灭了袁绍 收了张秀 扶了刘表之后 再去刘备 刘玄德 那不是易如翻掌吗 嗯 曹操一听有理啊 看来这智囊可太重要了 这关键时刻 拔一语道破呀 说得曹操恍然大悟 对 那我去兵 兵发张秀 哎 您不要再发了 怎么现在十字隆冬大冷的天 不宜起兵 一个是粮草不济 再一个百姓贫苦太难了 缓一缓 春暖花开时候才说 哦 曹操一听 那咱们就在雪上这儿 猫东啊 怎么就忍了 不是 我是说现在最好啊 判一个这个 能言会道之士 去劝阳张秀 可要一样承想 那您得把晚成之外 这个事情一笔勾销 您得大动啊 曹操一听 那倒可以 但是派谁去啊 我已经给您哪 找里面最好的人选 谁呢 刘一叶 曹操十分赞赏地点了点头啊 这真是我的最好谋事 咱们感情都替我安排好呢 刘先生何在连笼一条 刘业进来 刘先生 你去说想张秀有把握 专相把握二字 学生不敢说呀 但有一样这个 因为他手下 张秀手下有个谋士叫贾许 我们两个人哪 有二十年没见过去呢 是比较不错的朋友 我想通过他说服张秀 好背后里啊 多带些人不必 只带二十名随从 哎 刘业辞别丞相 就来找贾许了 一经通报 贾许了 哎呀这可好多年没见啊 刘业看哪里 啊 啊 贾许点了点头 他明白了怎么这是曹操派来的一位说客啊 啊 想说服张秀 先说服我老朋友了 那怎么好不见呢 请 真应到二门 啊见面之后相当亲热 哎 哎 这个老兄干什么来了 刘业知道贾许特别聪明 也不用在那转班子 朋友嘛实话实说 现在的形式是这么这么回事 我们给丞相出谋划策 那么想呢 这个 劝详张秀将军 这个事 呃 成与外 就在你了 哎呀 老兄啊 那么 我很感谢你看得起我呀 我说说看吧 但是你别忘了 你们丞相 怎么贾许新说 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他要广跟我去乡村张秀 一顿厮杀这也凑合 他在晚上这乱搞 你知道不知道 这事有点 我也摆了摆手子 不要提这 你先提这这不麻烦了吗 别给张秀提这醒 你就说想他就完了 好 今天咱们畅谈通宵 明天我就去 第二天一早 贾许来见张秀 这门一看 贾许愣 怎么这坐这位 很眼生 年纪四十上下 很文静的一个人 这什么人 张秀一看不认识 我来跟你们引荐一荐 怎么 这位是沈沛先生 那一下 他也想想 都不认识 我去 看看 走 就 让我去 片子 我背不认识 传续 让我去 十八十五十三 再复 万一 張秀也爭,是袁少爺搶啊 自己把這信看完了之後 當時張秀和沈培都一浪 怎麼 就看這位很不經意的 刺啦刺啦把信全都撕了 你 你這是何意啊 沈先生 我看在咱們都是念書的人 今天在我家將軍面前 我給你留點體面 知道不知道 你們根本就不迎來啊 就不應該到這兒來 袁世兄弟怎麼回事啊 建稱帝號他們都想當皇帝有野因 那是全民共討之啊 你那個主公他是個罪人 各倆抱著玉璽 這來回這頭折騰 你還來說服我家張秀將軍 我們張將軍 那是漢臣呢 他怎麼能夠想袁少呢 也不用我轟你 帶來什麼禮物 你還全都帶回去 告訴袁少 讓死了這條心吧 把審貝給掃得沒有榮身之地啊 這賈許真厲害 這當時張秀 他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你說我深吃賈許 這是我的得力謀士 我不深吃 可你得跟我說一聲啊 你這太叫人下不來太了 合著把這位給轟住進了 賈許一看 將軍 你 你有點不太高興嗎 哎呀這 魯莽啊先生 怎麼不管這麼說人來是客人 這樣的客人 就要這麼對待 你聽我的 那 那咱不想也不要傷他呀 傷他又有何妨了 不但傷他 我看將軍哪 說不定哪天 還協助曹公滅他呢 協助誰 看看 我這也有一封信 就把劉燕來的這經過 跟張秀說了 張秀怎麼一提 蹦蹦蹦地站起來 當時就火了啊 他大盪這兩個人上下看了他 賈許 賈先生 怎麼你太沒譜了你 怎麼 要是別人來勸想我 哪怕是個無名之輩呢 一路小諸侯呢 是不是 咱們都有商量的餘地 唯都曹操 一是 他名為漢相 實為漢賊 七天子 令諸侯啊 這十分可惡 而且他在完成的所作所為 難道你不知道呢 另外我跟他有仇啊 有仇我親自射倒他的大碗馬 我差點把他給亂刀剁在河邊 這是我 他大將天威怎麼死的 他兒子侄子都死誰手裡 你怎麼能這麼做呢 哎 哎 將軍差異 賈許笑了咱們 如果曹丞相都記懷這些事 他怎麼能來勸降你呢 那賈先生 你說咱該怎麼辦 我說呀 咱要降了曹操 有三例啊 哦 我倒要請教 嘿嘿嘿 將軍 降曹操將來 您徵伐作戰 出師有名 哎 這叫受天子之兆 一例啊 二例呢 咱現在人馬並不多 你還要知道 如果你要降了元少去 元少會看不起你 因爲什麼你帶了那麼點人馬兩逃 你就來投降我 我要不收留你 恐怕你都沒點力腳啊 是這樣看 而曹操現在 他比起元少呢 並未見過 但咱們去帶人馬去投他 他會高看咱也 而且這次人家是主動來招咱 這其力之二呀 你想一想吧 第三 曹操為人大度啊 不計小節 不計小節 跟這樣的人在一起呀 將軍啊 你是如魚得水呀 你想想吧 換第二個人 兒子 侄子 愛將 都完了 不計合你一輩子 他還能這樣 那麼我叫曹操 要強劉表十位 啊 那咱們 想想 好 先生 我聽你的 咱們什麼時候想 我告訴劉業 明天就走 咱們跟他一塊到許都 張秀一聽這道痛悔 試試吧 第二天收拾收拾 青莊剪蟲 帶著板兒來人 張秀賈許跟著劉業來了 抬上去 曹操啊 一直迎接到大門口啊 張秀老遠搶步上前 大禮參拜 拜見城下 曹操伸手相籏 把張秀給扶起來了 派著張秀地手啊 哈哈哈哈 將軍 完成這小過 就將其意旺快了吧 怎么 这个 完成那点事就忘了吧 操操说这句话的时候啊 眼睛看着别处 不好意思啊 与张秀目光相对 怎么回事 他亏心 因为自己做那事不怎么样 跟沈娘那乱搞 这点小事 这就 就那么大马回眼得了 晚着张秀手进来了 圣诞款待张秀 张秀一看 挺高兴 咱们当时拜张秀为将军 好家伙 这这确实比在刘表那强多了 你还别说 所有文臣武将对张秀都高看一眼 那丞相对他都那么客气吗 张秀啊 感谢贾许 这主意啊 算出对了 太好了 曹子往后 经常跟贾许在一起畅谈啊 他跟贾许商量 商量什么 张秀 那能奔许都来得如此的迅速 是多蒙先生啊 这一点 蒙德十分清楚 还有一事我想 有劳先生 你还得 废点心 贾许一听 我倒不是推辞啊 丞相 咱们跑趟经手没什么 但是我说不服他 那先说何必客套 不 刘表其人我十分了解 此人喜交明示 这个刘表啊 他的这个才学不这么大 本事啊 也不这么强 但是他爱交有名望的人 这样的话呢 慢慢地交长了 自己也就是明示了 所以他呢 能称为京乡八郡之一 就说有这么几位 著名的人物吧 他是其中一位 所以我去呢 这身份不行 您应该找一个 有身份 有名望 这样一个人 准能 把刘表给说来 有道理 谢谢先生 谈完话之后 曹总想 找一个名示 名示谁 忽然他想起一个人 我朝中叫恐龙啊 恐龙行 那当然啊 那是恐夫子 二十代贤孙哪 这位论门庭 论学问 论名气 谁不知道恐龙 龙四岁 能让离啊 那还了得 快去请来 请来之后 曹总十分客气 把自己想法 跟恐龙这么一说 请先生 辛劳一塌 到趟荆州 叔父刘表 前来 乌一阳 请倒下来 温暖